这个男人大快朵頤的吃着手里的靠着 一旁的侍女贴心的为他擦去手上的油渍 静静等待的张仪忧心忡忠 殷四却无所顾忌 调戏着侍女 知晓张仪前来 殷四将他叫到跟前 张仪知道 殷四这是响米八字 是啊 如此相爱 怎能不朝思暮想 殷四嘱咐张仪亲自去一趟燕国 要带够丰厚的奖励 能带多少带多少 燕国太苦了 张仪领命就要离开 被殷四叫了回来 你说 我此时把他们子俩都叫回来合适 当然不合适 张仪知道 但他不敢说 张仪没想到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见影子 与此同时 米八字的日子确实太起步了 他领着赵仪和银记 对着一只鸡犯了难 赵仪搭弓射箭 攻击却闻刺不动 关键时刻还是米八字 拿出弹弓一击毙命 但一只鸡十几人怎么够吃呢 米八字为众人分发 士族又分寸的离开 轮到将军有肉 但将军还是把肉给了赢计 为什么他们这么谈 因为现在的燕国正在内乱 燕太子平未平国难 请求齐国帮助 齐宣王派齐将填杖 随燕太子平回国 但齐宣王压根儿没想帮忙 只想从内乱中牟利 孟长军提醒齐宣王 申进从来没打过仗 造反着此之身经百战 这不是去送死吗 孟长军很不理解 这是几个意思 齐王告诉他 齐军必须败 等身进阵亡 咱就有理由讨伐燕国 开疆阔土 事情完全按照齐王的设想进行着 身进一触即溃 马哥果实 燕太子平逃亡出来 却也身负重伤 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这事啊 很快传到了米八字耳中 对于燕太子平的人词 他不屑一顾 好家伙 整个战国时代 就数你最大道 先话少叙 就在这时 乱军冲了进来 赵一一马当先 这才让两人逃了出来 这个神四王胖子的男人 乃是大名鼎鼎的赵武林王赵雍 赵国最巅峰的时候 便是惊他创造 在建章义之前 他已经派赵国丞相 救下米八字和银器 除此之外 他还找到了燕王唯一的血脉 积植 他提出可以帮积植复国 但前提是 燕国必须要听话 若是积植主政 定与赵国 永结兄弟之盟 为赵国 马首是瞻 赵武林王开心的笑了 但口说无凭 他让人拿上盟月 让积植签了字 很快 张义终于找到了米八字 但经历过战乱孤苦的米八字 早已不是那个温柔的米八字了 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羊 在米八字的操作下 很快斩杀完毕 就让张义嘖嘖成奇 很快 新鲜的烤全羊上桌 英气豪迈的喝酒吃肉 惹得张义不由称赞 银姬立刻提出 他能喝光一谈酒 对张义匆忙阻止 但看得出来 银姬的变化 也不是一般的大 张义这次来 就是要带他们回去 银丝很想他们 但眼下却带不回去了 因为赵王需要个秦国认知 银姬就是最好的人选 虽然米八字又诸多不愿意 但是出于银姬的安全考虑 他们只能作罢 但让赵国所有人 都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人畜无害的银姬 在未来登上王位之后 将赵国带入了 万劫不复之地 这是后话 我们以后再说 临走前 张义对赵国阴影重扑 赵国丞相照顾 答应的很是爽快 如果银姬和米八字留下 他绝对奉为上兵 以命相护 这个男人 劈头散发的走在大街上 撞入疯癫 他撞到士兵堆里 士兵上前驱赶 但疯子却是不依不饶 但巧的是 这车队正是银姬的车队 他远远观望 察觉不对 匆忙赶了过来 盈吉爬起来凑近一看 真的是他大哥秦桧文王 他抱起银姬 将他带到了马车之上 几天后的夜里 银姬再次失踪 魏叔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正在湖边吹消的银姬 看着这个魅力四射的男人 魏叔忧心同重 第二天 银姬来找银姬 灰暗的灯光下 银姬面色枯高 对一年四十三岁的银姬 宛如冒蝶之年 他整理妆容 看了看弟弟银姬 他问银姬 盈吉觉得银姬为了宗室 不遗余力 但是心胸狭隘 一旦得势 必定打压同僚 盈吉立刻建议 召回太子 稳定大局 但银姬有些变卦了 他要等张仪回来 为什么等张仪 因为他想立银姬为太子 对于银姬 银姬有着自己的评价 说吧 他让银姬离开 另一边 一曲王之子一曲眼 通过奴隶拿到了令牌 他拿着令牌找到银姬 他告诉银姬 现在的大秦 说完一曲眼走了 银姬掀开被褥 握着利刃的手颤抖不已 那么银姬究竟还能否力挽狂澜 大秦继承人 究竟还会发生哪些变故 这个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期更加精彩